作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之一 存取款一体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存在 存款、取款 这些都是存取款一体机司空见快的功能 然而要想实现这些功能 首先就需要在瞬间识别出纸币和硬币 高速传送处理 在存折上正确的打印 安心、安全性的确保等等 这些功能和上述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推动存取款一体机的进化 日利集团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这里是日利存取款一体机的中枢 日利欧姆龙金融系统集团 2004年日利制作所与欧姆龙合资成立了这家公司 1969年 欧姆龙的前身 力时电机成功开发出全球第一台磁卡式自动取款机 这是一种取款专用的设备 通常被称为自动现金取款机 不久 一种既可以取款也可以存款的 被称之为日利第一台的存取款一体机诞生了 与自动取款机相比 存取款一体机需要更高的机械电子技术 方便的存取款一体机的出现 极大的简化了此前费时费力的窗口服务模式 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由此新的需求随之而来 日利开始踏上了追求更高的便利性的征途 当时的存取款一体机分存款超箱和取款超箱 当取款箱中的纸币用完时 即使存款超箱中有纸币 也无法自动转入取款超箱 每天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频繁地停机 向超箱中填充纸币 于是循环式存取款一体机的构想 应运而生 循环式存取款一体机就是将单存单取的超箱 进行一体化设计 存款进入到超箱的纸币可以作为取款使用 在开发过程中 技术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 存入的纸币状态千差万别 无法用于取款的纸币需要回收 只允许通过筛选的纸币用于支付取款 为了确立技术的届实可行 研究人员在错误中摸索经验进行了反复的试验 1984年 循环式存取款一体机终于面世了 新机器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效率 还大幅度减少了现金的补充操作 并且提供在夜间和休息日的服务 除此以外 可以更多地设置在金融机构以外的场所 就这样 在广大用户的支持下 存取款一体机逐渐发展成更方便 更贴近生活 更不可缺少的设备 不久 日本国内的主流逐渐演变成了循环式存取款一体机 另一方面 日力此时已经以国际市场为目标 大力推进相关的技术研发 然而正因为励志进军国际领域 日力就必须面对新的课题 不仅纸币的大小不同 从纸质而言 也更容易扭曲和起重 比日本的纸币更难处理 即便如此 也必须确保无差错地进行传送和处理 正是确立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新目标 由此推动了存取款一体机技术的进化 达到了更高的水准 2000年 对应外壁的循环式存取款一体机研制成功 由此日力在国际市场上正式迈出了开拓的第一步 日力一展身手的大舞台正是中国 日力信心满满 但是前面的征途上不满荆棘 最初は中国の中では やはりキャッシュディスペンサー CD機ですね これが中心で ほとんど入金機は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韓流といったら 古い機械をもう一度持ってくる 中古販売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ような意志で 4,5年ずっと注文のなかった 時代が続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2000年にですね やっとじゃあ試してみようかということで 11台の受注を金融機関さんから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ことで それがきっかけでございました 日力在逆境中勇于開拓 培養壮大中国市场的原动力 是源于对自身技术坚定不移的信念 和凭借充满诚意的服务 赢得的客户信赖 当時我们的消失人員 ATM消失人員很少 当时在北京就我一个人 认为我们的产品是有潜力的 所以我觉得不能是 因为客户不理解 所以我们就放弃 在与客户建立起信赖关系的基础上 人们逐渐开始了解 日力存取款一体机的卓越功能和技术 定货量也随之增加 之后日力在中国市场的存取款一体机业务 开始迅猛增长 广东省深圳市不仅是中国最大的世界级都市之一 还承担着金融中心的重要使命 在深圳市 日力成立了存取款一体机的生产基地 2012年 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存取款一体机需求 日力建设了最先进的工厂 并强化了生产体制 品質 コスト デリバリー この3つの面で 世界でナンバーワンのATM工場になろう ということを目指して 日々努力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そのためにはもう一つ大きく 人の問題というのがキーになってきます 社員一人一人が 自分がATMを通じて 社会に貢献している 社会の役に立っ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をやっぱり自覚しながら やる気を持って仕事をしてもらう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日力的存取款一体机 目前在中国市場份额位居第一 促成这一快速增长的关键词 非信頼二子莫属 製品の信頼性が 非常に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 それから 日立市の販売に関して 早くから信頼性の高い 優秀な販売代理所さんを 掴むことができたと これによってお客様の方へ 信頼性の高い製品を より早く提供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が 一番大きな要因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こういったものが きっと中国の中の銀行さんにおいては 資金効率 そしてCDと入金機と 荷台設置する必要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 きっと中国の銀行様の発展にも きっと寄与するし また我々の高度な技術で 24時間入金出金が 中国のどの街角でも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が きっと中国の方々にも この利便性は喜んでいただけるだろうと つまり長期積累的 存取款ETG技術和業績 日利相继獲得了 製造業日本大奖 大河内纪念技術奖等表彰 日利欧姆隆 还在菲律賓建立了生産工廠 在由日本、中国、菲律賓 構成的三級生産体制下 日利发挥在中国地区的成功経験 積極開拓新兴的印度市場 2009年作为日系厂家 首次接到了存取款ETG的订貨 之后 在印度金融領域的市場份额不断扩大 同时 日利也确立了東南亚市場份额第一的地位 今天 日利的循環式存取款ETG和关键模块产品 已超越了国家、地区和货币的差异 正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在存取款ETG技术的发展中 与处理货币的功能同样重要的 是对使用便利性的不懈追求 日利集团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 正在大力加强通用化设计 迄今 日利已通过了产品 在符合正常人士需求的同时 满足绝大多数色盲色弱人群 使用颜色的通用化设计认证 不仅如此 日利还在开发通过 声光等引导操作提示的技术 为所有人提供安心 舒适的存取款ETG使用体验 此外 日利为存取款ETG 搭载了难以伪造和冒名顶替的 手指静脉认证技术 通过高度的安全解决方案 寻求实现更加安全的金融交易 我々のまだこのETMの世界というのは 開発の技術だけじゃなくて その仕上げていく段階でですね やはり非常に細かい部品一点一点を 気にしながら組み合わせ 擦り合わせていくんですけど そこが非常に難易度が高くてですね それが日立の強みで それをですね 海外でも我々がティーチャーになって 教育していって 今の強さを維持していきたいと 過去 只限於取款功能的機器 今天則具備了存款 转帳 打印存折等多样化的功能 已成为社会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存在 為金融機構提供更高的業務效率 為用户 带来更大的便利和舒適的服务 畅想未来 無論是與智能手機的結合 還是利用手指静脈認證技術的無卡化 日立都將準確地捕捉社會變化帶來的新需求 進一步推動存取款一体機技術的發展 日立集團將利用全世界信奈的技術 為創建安心、安全、舒適的社會 繼續做出積極的貢獻 提供的貢獻